我之前没有感到那么富贵 因为我持有300万元元 这就是负兴车的销售 我们现在进驾驶舱了 这里是高速车的销售 2020年10月1号 司机王小军担当 师傅 整个驾驶舱最核心的部分是哪里 最核心的就是我面前正重要的这块显示屏 这是我们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的轮机交换界面 我们这辆车是否允许行驶 然后前面有多少个分区是控前的 然后前面允许速度是多少 这些都在这个屏幕上面显示 这个就是咱们的叫司空器 负星号它都是一列车只有一个司空器 就是说它可以控制前进 也可以控制减速 这个就相当于是汽车的油门和刹车 油门和刹车 对 油门和刹车 这个就是咱们车上的一些设备 这是升工降工 咱们这个车的动力来源都是通过上面的基础网 提供我们电源 受电工就是升起来 然后可以通过它来接收它电源 这个三车和十一车的升起 三车和十一车是升起的 然后六车和十四车是降下的 所以现在这两个是可以收到电的 可以接收电流 各行程安全装备设置好了 各仪表显示正常 113尺关门时机明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